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就日本在二战的所为表示忏悔 五亿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又逢车牌尾数四九现行 上午7点30分至10点 下午3点到7点将出现持续严重拥堵 可能会成为上半年最堵的一天 美国巴尔地摩市建区平静 首日宵禁期间拘捕35人 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士 欧洲主管人道救援与危机处理职位 斯蒂里亚尼迪斯 29日出发前往尼泊尔 了解当地强震过后的救灾状况 尼泊尔地震发生五天以来 加德满都仍然与震不断 地震发生一刻震动首都的片段曝光 地震前首都加德满都繁忙的街道 短短数秒钟之内 被突如其来的强烈震动彻底改变 地震至今已经超过5200人死亡 多国的物资也陆续送抵灾区 但有民众批评尼泊尔政府救灾不利 引发示威 联合国代表周三在当地就救援情况召开记者会 被地震警报打断而暂停 记者会中断 联合国代表和记者立刻离开建筑物 由于当地的天气湿热 临时避难所有可能会爆发麻疹等灾后的疫症 已经预备好麻疹疫苗并安排水车供应清洁饮水 欧盟主管人道救援与危机处理职委 斯蒂里亚尼迪斯昨天已经前往尼泊尔 亲自了解当地地震过后的救灾状况 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 立法院社会福利以及外生环境委员会 今天审查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 其中单周公时40小时顺利出审过关 最快可在5月15日院会三读 明年1月1日就可以实施 在劳动节前夕送给劳动一份大礼 高雄地区水情持续的恶化 高平溪的取水逐渐减少 高雄市已经确定从下个星期二 5月5日开始实施 公五停二第三阶段的限水 未来会是高平溪的取水情况 每周五宣布隔州是否要继续停水 但是因为它午后对流雨的 这个雨量下来也不多 所以它虽然有上升 可是在一段 在几个小时之后又开始退下去 所以说这个高平溪的流量 还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我们才会进入第三阶段的限水 考量高平溪川流水量不稳定的状况 为了有效运用高平溪的水量 高雄市政府表示 未来将依据气象局预报的资料 在每周五下午三点 由经济部公布隔州的水情 以及停水的最新消息 今年每雨封面来去匆匆 滞流性不强 预测五六月降雨会比正常值 略少20到60毫米 汉象要解决可能要等到台风季的来临 财经消息来看到 中信金控与台湾人寿的合并案 今天成为关键 由于先前传出 中信金打算以1.44股换一股 台售保方式的合并 但台英认为换股比率应该要提高 一月过程卡在换股比例争议上 不过今天台售董事长徐舒博认为 换股比率目前已经不是问题 中信金能否接受台售保方面提出的价格 才是关键 台湾人寿董事长徐舒博表示 合并案今天就是关键 如果谈妥敲定 最快5月12号董事会就可以正式通过 不过目前得知 由于中信金尚未通知台售是否同意 台售方面提出的价格条件 下一步则是看是否继续延长洽谈的时间 外界人士则是指出 中信金能否顺利合并 关键还是在台售大股东 龙邦与中信金是否谈妥 上海A股香港股市飙涨 港股最近在大陆资金的炒作之下 指数更是频频创下新高 每天的成交量比平日增加了好几倍 港交所主席周松刚表示 正在考虑将系统扩容 希望确保在大市成交急增之下 系统仍然仍然运作顺畅 股市火热 港股成交量近日平均都是接近2000亿元 较平日的600到700亿元多出几倍 港交所主席周松刚出席股东会后表示 关注成交大增的情况 我们的系统是绰绰有余的 我们现在的需要的用到的capacity 若磨是我们三分之一左右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都要开始考虑 将未来这个系统的平台 作出一些扩容 因为不可以是摆动不做事 如果万一它真的再次上升的时候 我们必须维持股票市场 暢顺的有罪的运作 至于港股被指A股化 港交所承认 港股不少属大陆企业 一定会受大陆市场的影响 但强调两地市场结构有别 不存在A股化的情况 对于拥入股市的资金从何而来 港交所总裁李小佳表示不清楚 资金不稳冷若 不是不关心 而是不知道不清楚 另外被问到台港通 港交所表示 上处于初步磋商的阶段 还没有确实的计划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经济第一季仅成长0.2% 远低于预期的1% 包括天气恶劣影响消费 美元升值以及国外经济偏弱 打击企业获利 而西岸港口罢工则是影响厂商的营运及出口 微软开发大会推出Win10 可应用在手机 平板以及桌面的三大平台通用 被视为是微软走出低谷的转型战略核心 研究机构国际数据资讯IDC表示 南韩三星第一季重登全球智慧型手机龙头宝座 主因新兴市场销售成长 使其超越劲敌苹果 YouTube宣布和梦工厂旗下的 Awesomeness TV结盟 未来两年内将制作几部电影 预计今年秋天就会有作品问世 新唐人姚太电视 蒋里报道 联发科今天将在下午时间举行法说会 但由于今年智慧型手机市场的成长乏力 集中在三星 苹果等厂商 因此在法人说明会前 有外资已经大刀麾下 发言巴黎证券指出 由于新兴市场需求持续的疲弱 加上iPhone在中国狂卖 联发科毛利率恐不升反降 因此将投资平等调降至 中立 也有法人预期 在高通已经先行试景的情况之下 联发科下修全联营收成长幅度的可能性很高 第二季的业绩成长 也不排除与第一季持平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自由之家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报告 指出媒体环境在2014年急剧的恶化 达到10年以来最低点 台湾排名第48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就日本在二战的所为表示忏悔 并试图说服国会支持签订 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多种选择满足不同需求 极致享受尽在Lofa 喝的极品 Lofa Coffee 顶尾定在大限度目标 做计判擠度 在美国国流贸易协定 最高的階段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独立组织自由之家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报告 指出媒体环境在2014年急剧的恶化 达到10年以来最低点 全世界的媒体记者遭遇来自政府、军方、罪犯 和媒体老板的更多限制 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之中 台湾排名第48 报告提到台湾的媒体环境是亚洲最自由之一 针对政府和政策和官员的涉嫌不当行为 进行广泛而多元的报道 但政治的两极化 自我审查和中国大陆间接的影响 限制了主流媒体意见的多元性 当中还提到 记者偶尔在大陆官方的重要议题上 面临自我审查的压力 许多台湾媒体老板在大陆有商业利益 或者是来自大陆公司的广告收益 导致这些媒体老板担心惹恼北京当局 而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得分下跌4分 排名第83 属于部分自由 中国大陆则是排名186 属于不自由的国家 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北晋三 台北时间昨天晚间11点多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就日本在二战的所为表示忏悔 同时也试图说服国会支持前提 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 在国会演讲之前 安北首先来到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 二战纪念碑 向在二战中失去生命的美国将士 竞选花圈并长时间默哀 随后安北来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首先对日本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表达忏悔 我的亲爱的朋友们 during World War II achter战中通过战中 we started out on our path 持着在 gather意反思去生活中 spiritual会 stol many già为 over the world Our actions brought suffering to the people in Asian countries We must not avoid our eyes from that 在隨後的演說中 安倍著重強調了美日同盟的未來 努力說服美國國會 支持拖延已久的太平洋自由貿易協定 對於中共近年來在南中國海等有爭議海域 不斷製造的緊張氣氛 安倍向中共傳達明確信息 安倍晉三當天的演講也使他成為史上第一位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的日本首相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好萊塢完命關頭七上映一個月以來締造全球票房的亮眼成績 加評如潮 而是否會有續集以及盛傳將來台灣拍攝的話題也持續的發燒當中 主角馮提索日前公開宣布 完命關頭八已經確定正式開拍 預計將於2017年4月上映 已經去世的保羅沃克不但不會缺席 還會一直延續到完命關頭第10集 好萊塢完命關頭七上映一個月以來 很掃全球11.5億美元票房 表現亮眼 電影公司打鐵趁熱 由製片也是電影主角之一的馮提索 在拉斯維加斯影視展上宣布 完命八確定開拍 連上檔日期都敲定在2017年4月14日 而且不知道第八集已經去世的保羅沃克也不會消失 會一路拍到完命關頭十 不過據傳完命關頭七的導演文子仁 日前曾暗示不會再接拍完命系列電影 因此這次的導演人選 可能會有導過完命關頭三到完命關頭六的林毅斌 參與合作 完命八的拍攝地點 先前盛傳台灣 紐約都有可能 不過馮提索日前透露 將在紐約香港取景也預計加入華人演員 謝霆峰 趙文卓 吳京都是人選之一 《完命》系列開拍的消息一公布 立即引起粉絲熱烈迴響 會不會再次刷清《完命》系列的票房記錄 引迷們拭目以待 新唐亞太電視林嘉玉編譯 香港前特首董建華週三向泛民議員施壓 稱不要捆綁否決方案 對於此 泛民議員反駁認為 要有真理良知 不能夠做權錢交易 並指出香港如果沒有真普選 就會繼續內耗 前特首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透過傳媒傳話給泛民 只若方案被否決 令全香港都輸 又勸泛民不要捆綁否決等等 泛民犯和會召集人梁家傑強調 泛民主派反對831方案立場一致 是因為受到良知的捆綁 工黨主席李卓人形容政改方案是一個天仙局 沒有真普選 香港就會繼續內耗 麻煩他不要整個賴了泛民 把責任推給泛民 應該要賴的就是他自己 就是政協 就是人大 就是中共 就是特區政府 為什麼他們不可以給出一個空襟出來 是給我們香港人真普選呢 據新民調顯示 僅不足5成支持政改方案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岳基認為 如果方案沒有重大改變 將難以達到6成民意的支持 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 江蘇省如東縣是中國大陸人口老化 最嚴重的縣份 60歲以上人口比重為29.26% 達到28萬人 陸媒意測 今天的如東縣 可能是未來中國大陸的縮影 北京時間28號晚間 上海中心氣象台發布時尚首個 冰雹橙色嚴重預警 預計未來三小時內 該市西部和南部地區 將會出現冰雹天氣 不過當天上海人民廣場的最高氣溫 達到了攝氏31.2度 4月24號下午 三名北韓逃兵越過中潮邊界 進入到中國吉林河龍市龍城鎮 殺害三名 中國村民後逃走 但龍城鎮派出所值班人員 卻稱不知道有此事 CB28號 中共網信辦發布了 所謂約談失調的新規定 舉了需要約談的九項內容 包括未及時處理互聯網投訴 舉報情結嚴重等 有分析指出其實約談失調仍然是中共要加強對於網絡的監控和規制 新傳媒體電視 整理報導 日前 河南鄭州市的一名交警駕駛著B&W車子 反覆碾壓一個五個月大的婴兒 導致婴兒當場死亡 引起婴兒家屬以及數百名圍觀民眾的抗議 當局派出數百名警察試圖驅散民眾 卻被民眾所逼腿 4月25號傍晚 在鄭州市風樂路與群伴路口 肇事交警劉希金開一輛車牌號為 玉A678HS的白色寶馬車 在超車時 將路邊正在推著婴兒車的一名女子和婴兒車撞倒 現場民眾透露 當時婴兒的母親讓肇事者停車 肇事者不但不停車 反而倒車反覆碾壓致死婴兒 婴兒母親為了保護孩子 腿也被撞骨折了 事發後 十多名婴兒家屬趕到現場 打擊橫幅高喊 殺人償命 數百名民眾在場圍觀 將交通賭的水泄不通 到26號凌晨2點半 人群才陸續散去 期間警察們驅趕推搡家屬與民眾 並一度與民眾發生肢體衝突 憤怒民眾群起反抗 最後把百餘名警察逼走 4月26號 鄭州市警方聲稱 趙市交警已經被刑事拘留 儘管多名目擊者稱 趙市交警是酒醉駕駛 但當地交警支隊聲稱 趙市者血樣中無酒精成分 新唐人特約記者顧曉華 陳建敏採訪報導 英國王子威廉與妻子凱特 29日歡度結婚四周年 但兩人的第二個寶寶推測的預產期 應該在23或25日 按理說凱特這個時候 應該差不多到醫院準備待產 但29日威廉夫婦仍在肯興頓宮 為結婚四周年舉行低調的慶祝會 寶寶似乎還不太想離開媽媽的肚子 接著我們來關心下節新聞重點 中華台北隊在2015世界啦啦隊錦標賽中 首度奪下競技啦啦隊混合團體組冠軍 昨天晚上搭機返台 受到熱烈的歡迎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五間新聞 一 二 三 快 文 準 沉浸科技掌握重複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灣製造定位置夾具的尖端開發先鋒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個國家 生產此定位夾具 唯有沉浸能夠成功相容其他各國產品 並擁有自行研發先進人員 台灣之光夾具首選 沉浸科技 臨山聖地落葉歸根 慎中追遠 孝思無限 萬丹山四立花園公墓 位居南投民間的明山淨水 交通便利 是龍虎臥戶的風水寶地 擁抱自然美景 吸取靈山地氣 致敬先賢長者 必因後世子孫 萬丹山四立花園公墓 臺灣首部榮獲美國休斯頓國際影展兒童節目金獎 新唐人原創動畫天庭小子小乾坤 專為現代孩子定作的戲劇故事 巧妙融入弟子歸原文語意涵 孝順 有愛 負責 誠信 經典智慧靈活應用在生活中 陪伴小朋友快樂成長 活潑趣味開心看 潛移默化輕鬆學 天庭小子小乾坤 今年夏天全球首播 敬請期待 台北市長 歡迎回來 台北市長柯文哲昨天早上 和信義區的里長舉行座談 其中西村里的里長 嚴長生 提案要求市府處理101大樓前的法輪功學員 宣稱法輪功學員沒有被愛國同心會打 被市長柯文哲所反駁 過程中 嚴長生頻頻打斷柯文哲的說明 讓柯文哲一怒之下拍桌 直接站起來說 這個座談會都是討論李明的公共事務 不討論意識形態問題 然後就要準備離席 後來柯文哲又坐下來 說法輪功沒有違法 就不會做出取締的動作 而嚴長生的指控資料來自於何處 是由誰所提供 今天嚴長生不願意做更多的說明 對於網友提報 他在中國企業擔任總經理 也沒有進一步的否認 一改昨天在座談會上的論調 只強調他認為 柯文哲說要撤換分局長 是濫權的行為 剛剛在2015年世界拉拉隊錦標賽中 首度奪下競技拉拉隊 混合團體組冠軍的中華台北隊 昨天搭機返回台灣 受到隊友家屬們的熱烈歡迎 共同分享多冠的喜悅 我們在動作的設計 跟編排上面花很多心思 然後做了很多難度的展現 那流程也非常的緊湊 加上美國的一些不小心的失誤 我們終於可以一場數願 終於擊敗美國隊 得到我們第一次的 正式項目的一個世界金牌 聽到第一名是台灣 就真的覺得很感動 然後覺得很不可思議 拉拉隊協會表示 中華拉拉隊已經出國征戰了15年 但15年來選手們都是自掏腰包參加比賽 因為今年首度贏得世界大賽的冠軍 亮眼的表現讓他們獲得 美國企業1萬美元的企業贊助 也希望國內的企業可以共襄勝舉 中華隊自2010年以來參加世界杯拉拉隊大賽 前三年都拿到銅牌 2013年和2014年連續兩年獲得銀牌 今年的比賽過程中雖然有不少的小失誤 但整體過程非常的流暢 所以帶回了首面金牌 曾經在尼加拉瓜大瀑布 科羅拉多大峽谷 以及芝加哥的摩天大樓之間 進行高空鋼絲行走的鋼絲達人尼克瓦倫達 週三又再次創下紀錄 成功完成了400英尺高的摩天輪上的獨步行走 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的摩天輪奧蘭多之眼 最高點距離地面400英尺 瓦倫達將在這個摩天輪最外層的 巨大圓形鋼絲頂端完成4分鐘的獨步行走 框架的寬度約為6英寸 瓦倫達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開始前行 在走到一半的時候 還爬到上方有鋼絲連接的節點上 向低面的人群揮手致意 真正是 危險總是同樣的 如果我跌倒的話我會失去我的生命 所以我並不相比他們 他們是蘿蔔和蘿蔔 瓦倫達的摩天輪獨步 原本是夠格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的 但由於當天並沒有吉尼斯官員在場 所以還要等待吉尼斯組織進行認證之後 才會成為官方的世界紀錄 現年36歲的瓦倫達出生於走鋼絲世家 他的祖父卡爾瓦倫達就是在73歲高齡時 在波多黎哥表演鋼絕技時不慎跌落而失去生命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接著帶您看到4月30日的天氣預報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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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